词曲 李宗监 大哥 大哥 一时半会儿看不懂是吧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我师父跟我 把这里边的翻译 整理出来 都写在这边 这里边很多配料和调料 都是我跟我师父 经过多年的钻研 琢磨出来的 都写在上面 这就是乾隆南巡宴里的一道菜 乾隆南巡宴啊 因为名气太大 我师父轻易不做 他还有所谓丝不做 食材不完美不做 调料不纯正不做 环境气氛不对不做 食客粗笔不做 宁可不做 你不能砸了招牌 丢了前辈的脸 就是师父这句祝福啊 让我一直不敢气密 把这菜谱拿出来招摇 大米 我希望你也记住这四不做 爸 我记住了 我没上过什么许爱 但是我敢说我有文化 我的文化全在这里头 这不是简单的一本菜谱 多人做事的道理 全在里头呢 全在里头呢 我跟你说实话 我本来是想给豆子 但是 豆子这两口子太急功尽力了 他脑子很灵 但是做人差一大劲 大米 如果有一天 他要跟你学做菜 别着急把这个给他 先教他怎么做人 哎 喝水 太烫了吧 不是 不是 萌萌 你打算躺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 这又不是我愿意在这躺的 这医生不让我出去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这还不想被圈在这儿呢 不是 你说你肚子里边这东西多麻烦呀 啊 找多少事啊 拿来算了 不是 房豆子 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你 不是 你倒什么灯啊 本来就是缺心眼啊你 不你自己就想想你在你家这个地位啊 一大家子人 就你这么一个男孩 按理说应该是最招老人待机了 这你倒好 我看你混得还不如那过季出去的那果果 不是 行了 我也不想跟你掰扯了 我再跟你掰扯下去 那也是死循环 一点意义都没有 现在反正已经是这样了 你说怎么办吧 怎么着 离婚啊 把孩子做了 离婚 行啊 那把孩子做了 我更是双手赞成啊 不过咱们先把话给说明白了 我怎么对你不真了呀 我怎么对你不好了呀 我房豆子你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走房里就听着你 吵吵吵吵吵 你干什么呀 姐姐 怕吵吵吵吵吵吵吵 我这是非朋友气的 委屈的想哭啊 你还委屈呢 现在该哭的是我好不好 走 来 干啥这是 还不都是豆子 冯豆子这动不动就说要离婚 动不动就说把我肚子里的孩子给拿掉 人家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我怎么没责任感呀 我为了你为了这孩子 我现在够忍辱负重的了吧 这么多年这么多人 谁也没劝动我进那厨房 现在 我为了给你和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进了 你甭管我做得好不好 我皆没坚持 我这姿态你总看见了吧 对了 咱们当初结婚确实是有点草率 可我既然跟你结了 那肯定不会不管你呀 哎行了行了 以后不许老板那什么分手 离婚呀打孩子这些话挂在嘴边上 这些话说出来伤感情 你们俩呀 归根结底就两个字 一个是钱一个是房 这两个字我帮你们解决 行吧 用不着 我自己也想的 我有的是吧 你又去炒那个什么气货呀 我去卖生间行情 我卖小笼包子 行 不是都说老鼠的儿子会打东西 我不用你们教我 我也不用那个什么菜谱 我跟你说 当年你三张桌子能做到今天 我也一样 行啊 你跟我回北京吧 三张小桌子闯天下 那你得回做菜 我教你 大姐 那你们走的话 我也回去 你这身体 我没事 我没事 我可以坐卧铺呀 大姐 我实在是不能跟豆子分开 我爱豆子 我也爱我的孩子 我原来吧 是特别的不懂事 可是 那是因为 因为我爸妈都离开得早 我们这从小到大 也都没人教我 再说了 我十几岁就来到了北京 一个人闯荡 我也没见过什么好人 你说 那会儿我嫁给豆子吧 全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们家的那种氛围 那个时候 小亮还不认识呢 但是我经常听豆子说呀 豆子说你们一大家自然 兄弟姐妹都在一起 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可是 可是我那会儿太笨了 加上你没有跟家人相处的经验 所以跟你 跟老头 跟咱爸耍心眼也都相处得不好 我觉得这些吧 都是我自己做得不好 大家我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要不你们就带着我一起走过 也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行吗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我真的不做小长大 都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 别东扯西扯他了 好不好 不是 只要你不闹 咱以后就好好过啊 别哭了 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别老这么哭哭闹闹的 对你跟孩子都不好 岁数小的时候 谁没不懂事过呀 但是只要知道错了 能改 能好好过日子 没有人寄教你意见是怎么回事 我去看看 让医生让不上你走 来 爸 顾 你们都回去吧 孙勇跟杨杨怎么还没来啊 杨杨还睡着呢 太早了我就没叫他 我怕他闹 小米 别忘了我跟你说那事 爸 我记着呢 您多保重身体啊 顾 小米 孩子 就拜托你们 多照顾了 我走了爸 慢点啊姐 记得到了 给打个电话 我 Gib Şuel 咱ся吵什么呀 我走了 干嘛 撑 按摩 给她按摩 不是 姐 这跟一大鼻涕似的 像这种质地觅食 不易入味的食材 之前的功夫一定要做足 就像你一样 心情不好 油盐不尽 我不是为了要心情好 我是为了争这口气 按摩就按摩 姐 姐 这手感还挺好的呀 姐 我这按多长时间就行了呀 四十分钟 不是 来 坐着 我坐 不是 姐 那个 你先回去歇着吧 我自己也在这儿捏就行了 好 我陪你 好 像这类不易入味的食材 做之前都要这样按摩 揉到它微微地发热 在烹饭的时候 果腹就可以满足 可烹饪也是最不好的 人吃过了好吃的东西 就不愿意再吃粗糙的了 我们冯家菜 百分之六十都是回本口 靠的 是十不厌经的四个字 老公 大姐 老公 喝点水 熟熟熟 对啊 我现在手不能沾杯呢 那我会一定喝 好好 快点 好嘞 累不累啊 老公 累 累死我了 要不你试试 行 别胡闹 萌萌 你赶紧好好去休息啊 你现在肚子里的孩子 是第一位的 知道吗 好的 大姐 不过我还是好心疼老公 老公 还是我老婆心疼我 你快点干活 那要不 你揉鱼 我揉你 好了 靠婆 来 来 太舒服了 这个 大墨鱼卷 是练刀工非常好的课程 既要求细致 万力控制又能精准 不能切断 也不能太浅 看到了吧 来 你自己操纵 这是进口的大墨鱼啊 八十块钱一斤 这一支是五斤 你要是切坏了 赔我四百块 不是 姐 还带这样呢 我还没收你学会 已经很便宜了 那 那 那我用白萝卜切行吗 不行 就要用贵的脸 这样你才认真 我觉得大姐说得对 就赶紧切吧 菜肴老公 不是 切我 我今天都切啊 当然不是 那还好 要把那盆都切了 不是 切 老公 加油 快切吧 行 来 媳妇 接着按 等会儿等会儿 不是 姐 这 这切坏一个多少钱啊 切换一刀四百块 一刀四百 那还是别按了 那还是算了吧 那姐 我仔细切啊 加油 不错啊 不错啊 那当然不错 四百块 四百块啊 不是 姐这就开始算了呀 啊 继续吧 风韵菩菜二十八已经 老婆 水放少了 有机五常大米 市价十五块钱一斤 这一锅是五金 千岛胡野生鱼头 兩百八以後 哎姐 這活沒法幹了啊 顧顧欠你多少錢呢 顧多不大兩千 給我摔一個月的丸子兩筆 啊 謝謝啊 謝謝啊 大姐 你說她以前 連襪子都是我洗的 連續半個月了這麼強的工作量 能吃得消嗎 吃不消也得吃 我想等她把基本功練好了 給她開一個小店 讓她自己做老闆 這也是她自己的意願 媽媽 你知道我不喜歡萌萌 其實在我心裡頭 一直盼著你跟豆子能破鏡重圓 可是我現在發現 豆子命裡頭 好像就應該要碰上一個像萌萌這樣的人 也正是因為碰上了萌萌 才能讓她像現在這麼努力 這麼拼命 我現在越來越相信 我現在越來越相信 命裡有時終須有 命裡無時莫將求 大姐你想什麼呢 我都說了 我留在冯家菜 就是因為我喜歡這行 還有 我喜歡你 好 是你 是你 果果 你會說有同學找我 我還以為是誰呢 出差啊 我已經把懷舊的工作詞了 準備回北京發展了 你找我有事嗎 沒事的話我馬上要開會了 我就先走了 果果 我已經跟萌萌提出離婚 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設的騙局 張志彤 你三十多歲的人了 你現在的生活是用你當初的選擇 你選擇了一個人 就要接受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你不能因為你的選擇 怪在別人頭上 你明白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沒有一天不在罵我自己 你 果果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改正的機會 果果 上車吧 果果 沒有你的話 我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意義 哪 做什麼呢 我正在忙 周總 什麼まあ 我 我上這班呢 我正在開會 不是跟我一起開嗎 開會 是 但還有黃所 我已經快幾集中 太大堆 PhD 不好意思 我们基地用快速检测法 检测出很多异常的结果 我也不知道 我想把逢工结果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 那今天会已经取消了吧 好的 再见 什么异常指标 是不是前段时间受下雪的影响 是受你前男友的影响吧 没事吧你 从送给你到现在 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不见面了吗 有一个月吗 嗯 那么长时间啊 送给你东西好吃吗 挺好吃的 但挺土的 不太像是一个成熟男人 做出来的事情 哎呀 亏得我送的少啊 对了 你送给我那个应该是 周禄的果园是吗 错 周禄的果果 你送给我 下来走走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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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这次不同 文总 来客人了 你们 你同不同意这事就这样了 我说过不同意吗 哥哥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放心 对他我可放心了 我不放心的可是你 这个姑娘我都惹不起 你要保护好自己 要不要我下部位给你看 你要是受不了的话 你现在来这击退货的 是个点神秘感的 以后随之给我惊喜 有什么好事我不知道 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周禄 我男朋友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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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冯家菜的新传人冯豆子 哎呀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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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好了 老周 你觉不觉得 这个节衣过完 好像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神清气爽 你跟果果的事情 也有了招落 豆子也突然 像变了人一样的 知道上进了 咱们的店也马上要开张了 你说我今年是不是要转 哎 哪来的 我找到原习生画的 这还有呢 哎 过来 你刚才没看见 哎 这 这好毒妇 你去过淮州 没有 看过照片 一个很安静挺干净的小城 淮州因为有一条江穿沉而过 带走了城里所有的尘土 老城区的石板路 永远都是水润的 皮鞋一年到头不沾灰 白白渐进的衬衫 穿一个星期都不用换 真的 即便是脏了 扔到水里揉两下子 马上就干净了 老周 谢谢你的花 谢我什么 这是我责任的 怎么我也是不懂 那也要谢谢你 老周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倾诉的出口 你知道 每天在别人面前装 好累啊 其实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谢谢你把我当成朋友 你知道吗 无条件的被人信任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早上我们帮把这个给你了 上班机前我在江边那个摊子买的 你这儿看应该还没坏 谢谢 今天那个男人 我男朋友 听着他很有钱 最重要我们很合适 那祝福你们 谢谢 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 我们那个资格 我最想把这件事成的 真实来龙去脉告诉你 你可以不接受我 但是我不希望你自责 看错了人 我从来没有自责过 人又不是石头 千年不会变的 我何必用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自己呢 你说是吧 再说 这件事情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石头 我们俩都应该放下了 都好好开始生活吧 再见 我身体好的时候他不给我 我现在快完蛋了 她反倒交到我手上 她真的给你了 我拿到了菜谱 可是我做不了了 身体和精力都不够 还好 豆子现在慢慢上道了 要不然 南巡宴不知道要沉睡多久呢 我和豆子基础不多 但是总觉得 还有一点小聪明 吃起都不足 你想让她成熟的话 你得好好培养她 是啊 大明 我听医生说 你已经放弃化疗了 化疗对我不起作用 特别难受还掉头发 不过我现在在自救呢 每天吃海参和包子粉 感觉比化疗要舒服多了 而且你不觉得我现在神清气爽吗 我不是已经说过吗 你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 我希望你能创造气息 而且我觉得 一定能 一定能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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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爸爸满意 我记得他当时用的就是熏辣鸭 熏辣味盖过了鸭子本身的清甜味 豆腐虽然过了油 可是跟这个辣鸭的味道还是不般配 我刚才突然来了灵感 我想试试用炭烤盐焗的方式处理鸭子 姐 你自己慢慢聚 慢慢烤 我先去睡了 拜拜 豆子 这是南巡菜谱上的一道主菜 只有你才能跟我探讨 我是想要你把菜谱上的菜全都学会 好啊 姐 那 咱明天再说行不行 豆子 这三更半夜你们吃的什么呢 做菜呢 烫烤鸭子 可这是人住的地方好不好 你告诉他 再要不收菜的话 我可就叫城管了 我 你别闹了 行不行 他研究菜呢 我爸那 那秘籍 什么 你是说皇上那菜谱吗 是 是 是 冯豆子 那你赶紧去学吃做呀 这可比切磨斗鱼来劲多了 我困着呢 我 我困着什么困着 快快快 去去去去 明天再说吧 明天啊 明天明天明天 明天人家不做了呢 快点的 你去嘛 不去 去不去 哎呀 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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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疯了吧你 去去去 哎呦 你赶紧去吧 去去去去 来吧 叛讨外截 洗手了吗 洗了 好 来 接着切豆腐 再起碎一点 来 来 不是 姐 这么就完了 这也太普通了吧 这不就是北京的那个焖炉烤鸭鸭鸭汤 加上那个豆泡汤吗 是 你这么一处理 口感是融合了 可是它火熏特有的那种香气就没了 姐 这个不会就是那个咱爸宁可跟我翻脸 也不愿意给我的那个菜谱吧 哎呀 这是爸根据那本菜谱自己写的笔记 原来的菜谱上太简单了 只有配料没有用量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形容词 大概是说这个汤的味道怎么特别 什么水乳交融 这种鱼味悠长 喝了这个汤以后 有幸福感和愉悦感 如同兄弟情义 夫妻情深 据说乾隆爷爷喝了这口汤啊 想起了某一位醉妃 免其死罪了 不是 姐 你说这是菜谱啊还是野史啊 怪不得咱们那么多的大财都失传了 你说好好的一本菜谱 他不清清楚楚的把做菜的方法记下来 这都写的什么呀 这都什么 境界 境界 我觉得呀 这就如同中国书画的传承 向我者死 学我者生 告诉你那个目标 至于怎么去 自己想办法 是 可是 愉悦 你说吃什么东西能让人心心愉悦呢 糖 就是糖 我可 这奶油 姐 水 乳 浇 融 融你个头融 淮阳菜里不能放奶油 奶油弄出来那个味道 完全是偷鸡取巧嘛 姐 我跟你说啊 潜龙爷是不是满足 满足是不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是不是都爱喝奶 姐 你想啊 潜龙爷大老远的 又是坐船又是骑马 好不容易跑到了江南 江南山心水秀遍地都是美女 她怎么会还想得起 远在北京城的那个 那个什么罪妃呢 那么 是什么东西 把她的思绪一下扯回来北京呢 那一定是一种特别熟悉 只在北方而南方没有的味道 再加上那句 水 乳 浇 融 我强烈地怀疑就是奶油 不是奶油就是鲜奶 姐 作为一个搞艺术 你一定要有一颗 开放的心 开放 你知不知道 可以 来 姐 尝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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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起来 你快起来 帮我尝一口 御膳 来 快 怎么样 怎么样 你说话呀 怎么样 你喝啥了吧你 你豆子 还想再来一碗 你是不是有一种 回味悠长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愉悦幸福的感觉 是不是这一碗汤喝下去之后 咱们之前炒过的价你就全忘了 对 这是不是就是那菜补上菜 如假包换 你做的 防豆子这辈子我第一次感觉我真是没嫁错人 我 那是 我谁呀我是 我三岁就能尝出菜里所有的调味料来 我信 这个菜呢 我觉得就作为咱们家的招牌菜 行 好不好 你给菜起个名字吧 叫 鸭子豆腐汤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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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俗气了这个 没有什么卖点 我想想我想想啊 不如就叫老婆汤吧 因为这可是你第一次为老婆大人我做的汤 老婆汤 多有纪念的意义啊 以后谁到咱们家餐馆来吃饭 情侣必点 行行行行 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行吧 我太有成就感了 我来来来给我揉揉后配 好吧 少点劲啊 好吧 我回到局里了 杨阳也进了学前班 放心吧 杨阳很想你 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 你办公室总是没人接的 手机也是拨不通 是不是手机出什么问题了 收到短信后 给杨阳回个电话吧 北京快停暖期了 你客组还没好 注意不要再着凉 多喝水 别太累 老周啊 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这边去年的账都做好了 我一会儿拿过去 你到时候去审核一下 我找你不是这事儿 有一件正事儿 重要的事你必须马上到冯家云烟来一趟 行 我马上就过去 什么意思 说插就插了 这么好的院子 这不是文物吗 他们插了文物干什么 插了文物干什么 干什么能比文物有价值 大敏 你冷静些好不好 我跟你一样心里难过 它是有用吗 老初 再想想办法吧 那找找人出的关系 我们总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几个月的 仙气也就这么晚了 该找的关系我都找遍了 这件事不是咱们俩能左右得了的 这个店不能开了 咱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开吗 北京不能开了 还可以换别的城市吗 你不答应冯师傅了吗 在淮州开个店 那咱们就在淮州开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挥霍了 老周 我从小到大都是仙人后妻 都是先想着家人 想着别人 我从没为自己考虑过 没错 我是爱琴 可是我的每一分钱 都是自己起早摊 黑辛辛苦苦赚来的 我没骗过人 没坑过人 没占过别人便宜 我不求善有善报 可是也不能这么对待我呀 我已经是一个倒计师人了 为什么最后这一点理想 都不让我 好了 好了 认识 诶 来 我来我来 都你 优优独播剧场� 哎呀 哎呀 放的什么音语 你能不能放点那个健康向上的 还有 别让他在那坐着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 知道的是餐厅 不知道以为是发廊呢 哎哎哎 结果了 你见过发廊里边还有大人肚子的呀 我跟你说 这是萌萌一直以来的心愿 她就想做一个特别牛叉的老板娘 不低三下子的 不配酒配相 就搬个凳子做门口 看着顺眼的就放进来 看见不顺眼的就俩字 滚蛋 我这一想着就扬眉吐气啊 吐你个头吐 我们做的是服务行业 服务行业是有行规的 我们心里受了再大的委屈 再不高兴再怎么样也不能让客人去承担 去 给 哎呀我告诉你 牛叉是做出来的 那不是装出来的 你 姐 哎姐 是你可事先说好啊 这个店可是让我们两个自主经营的 怎么啦 我给你提点建议不可你啊 姐 扶上马送到此吧 啊 你不要因为你那个冯家寓院被拆了 就把多余的精力全部都放到我们这儿来了 不是姐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吧 啊 等着看吧 人呢 这估计又是腰疼出去活动了 哎 你来我到这儿干嘛呀 我是来给你新店祝贺的 喂 小ACK 小ACK 可不可以 就把被捡的了 如果可以不见了 你放这儿干嘛 我嘴巴 我难道 不相信 我也不止 好 你不能第一天 只能把你扶住 那个我身边 这领导 是 你脑袋 豆子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呀 姐 这是爸穿了三十年的工作服 姐 我这新店开业 怎么也得穿身新的厨师服吧 我今天给你这身衣裳 可不是为了让你穿的 不穿干吗呀 难不成供着呀 对了 你说对了 这件衣服给你拿过来 就是要给你当镇店之宝的 还镇店之宝去 你别笑了 这身衣裳对爸的意义 不用我给你重复吧 我今天把这件衣服送给你 就是想时刻提醒你 无论做任何事 都要心存敬意 姐 我知道了 姐 我知道了 你也知道了 你不想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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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视频 你不想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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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你 我冯豆子有你这样的吗 你怎么了我 冯豆子这么冷的天 我大着个肚子在门口坐着 你倒好了啊 吹着空调 玩着游戏 你挺美的是吗 我又没让你在外边动的 这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货 行 一天到晚的你就玩这小游戏 有意思吗 有意思呀 我就都挣了好几百万了 几百万就算是几百个亿 你能拿出来一分钱花吗 这叫培养思路 你懂不懂啊 行 思路什么 思路什么呀 思路思路的 不是 你干嘛呀你 冯豆子我看这餐馆 你是不想好好开的 行 关了 你有谱没谱啊你这个人 是谁天天跟我哭着 喊着要开饭馆的呀 谁每天想进各种招式 折腾我折腾我大姐的呀 现在饭馆给你开了 也满足了你牛气哄哄的 意志气使的了 你倒好啊 这刚过几天呀 你就跑过来问我有劲吗 李某某您有劲吗 你跟门口一坐什么都不用管 我在后边 洗菜做饭刷锅洗碗的 一会儿是大厨师 一会儿又是跑堂的 又是碎催又是杂役 我累得跟三孙子似的 我还烦着呢 幸好现在店里边没几个人 要是再多几个人 我 我早就骂些了我 行 关了吧 关了正好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 我受这罪呢我 啥 你干嘛 我不干了我 哎呀 豆子 你这干嘛呀你 冯豆子 你这人怎么理解能力 这么差呀你 我哪说不做了呀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说咱俩太累了 不干 我就不干了我 怎么了 行 不干就行了 不干能做谁呀 还继续炒期货 你有本吧你 没有吧 就 你坐下行吗 豆子你别闹了行吗 你想想看啊 你说你大姐开的 那个好运鸭 那都赚了多少钱 咱们家这个淘纳 可是比好运鸭 给牛奇多了啊 咱要是好好的干的话呀 肯定店能活起来 对不对 再说了 咱这要是开店的话 也能认识不少朋友啊 这以后对咱来说 都有帮助的呀 是不是 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啊 不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能不能稍微 直接点是做 还是不做 做 做肯定还是要做的 不过吧 就实在是太累了 要不 咱们雇几个人呗 雇人 拿什么雇啊 咱俩现在挣钱了 不是 你大姐 大猪啊 不是 我大姐在冯家玉燕那边 投了那么多钱 全打水漂了 他能给我们开这家店 就算不错的了 还让他给咱们雇人 反正我是张不开这嘴啊 你上次不是说那个 周氏的老板 就要成为你三姐夫了吗 他那儿那么多人 让他给咱调两三个来呗 他 指不定又怎么 趾高气扬地耶语我呢 不过我们现在的关系 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 来喽 陆哥 久等了啊 还没见过吧 陆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媳妇 李萌萌 这是陆哥 不不不 三姐夫 三姐夫 你好 你好 我 我给你加点菜 你不是请我吃饭吗 对啊 就吃这个吧 陆哥 你上次不是说我 先天没才华 后天不努力吗 我这次请你过来 就是想让你鉴定鉴定 我这个冯家赛的新传人 到底有没有才华 新鲜有弹性 火候刚好 味道不咸不淡 跟鱼肉接合得也很好 很扎实 作为刚入门的厨师 我给你打八分 来 剩下两分啊 是你伤身同点 快快快 把汤拿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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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哥 来 再尝尝这汤 来 陆哥 尝尝 这汤 陆哥 你是不是学会了 做这个汤之后 你姐把这个店给你了 陆哥 这汤值钱吗 够你吃一辈子 那 我这家店具备火的潜质吗 就凭这两道 很难说 太对了 她还需要好的管理 和好的营销 可是这个吧 我还需要点资金 豆子 我和您姐呀 都是从小座房做起来的 经验得一点点积累 资金也是一样 豆子 不打好基础 就盖不起高楼大厦 哎哟 这 我当然知道了 这基础肯定是要打的 我只是需要点 钢筋水泥 陆哥 你放心吧 这钱我不会白要 我有点想法 你说 用汤跟你换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我给你看 这个汤 是我们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方子 这味道 这口感 你也看到了 就算把它放在你那个 金碧辉煌的大脚楼里边 也能瞬间玩爆那些庸俗的燕包痴 那又怎么样 这样的话 我把这个汤卖给你 是吧 它就算是你的了 你可以在你餐馆里边随便卖 那你就不做了 我 我当然得做了 这个 这可是我们家的 这样 我给你二十万